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剛剛講這個 鄧醫師說 如果他真的是 要掩飾這個外遇的 這個所謂的愛的結晶 他可能用意外啊 不會用這種公然的方式 而且在精神正常 正常的方向 有理智應該會這樣做 那還有一種情況是 他就把這秘密給吞了 有 對不對 很多 我不要講別的 立法院有一個姓王的 現在已經沒有做立法委員 他家也是個大家族 最近他們家的王 王啦 王啦 他們家大家長 前一陣子才剛過世 那這個立委 他的助理替他生兩個小孩 然後為什麼 因為那關係很久 為什麼會發現 是因為這個立委 很照顧這個助理 也幫他先生找工作安排 所以他們家很受照顧 所以從來也不會懷疑 只是怎麼自己的小孩 長大怎麼越長 越像你的老闆啊 就問他 那越來越像你的老闆 因為他們家有個特殊的 因為他們家額頭都比較寬 額頭很寬而且禿頭 那兒子就奇怪了 兒子那個就是 那個頭就是很禿 就是很禿 就是完全不像爸爸 是像你的老闆 後來追問之下才發現 原來我們兩個也都是你老闆 不是我的 那後來呢 後來當然還是離婚啦 後來離婚 但是那個姓王的前立委 也沒有娶人家就是了 只是說 對 但是你要知道說 像這種關係 立法院裡頭這種關係 所以這個女助理 是一直把這秘密吞下去嗎 吞著 吞了十幾年啊 是長大到那個小孩子十歲 那這十幾年 跟這個原來的先生 也都一直維持夫妻的關係 一直維持夫妻關係 而且那個老闆也很照顧人家 那個先生啊 也都安排他工作啊 而且也照顧他太太 對 也照顧他太太 所以先生也面臨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 心痛的真相 那我想問的是 吞下去 就變成法律上永遠的爸爸了 就吞下去了 這個學員的關係 就沒有被 那這個孩子已經十幾歲了 這個爸爸 這個爸爸也愛了十幾年的孩子 沒有錯啊 你要怎麼去說 這叫法律上的爸爸 所以像剛才講到 那個長相的部分 其實我有一點感慨 就是存以長相 然後就去驗 越看越不像 結果我們有個案裡面 就是看那個小孩 越看越不像 結果就拿他的牙刷去驗 驗出來試 這不打緊 是他的小孩 可是這個小孩很受傷 因為小孩後來知道了 所以爸爸覺得 我不是他的小孩 他非常的受傷 小孩受傷啊 對 也就是說他其實這個 爸爸一直懷疑 這不是我的小孩 爸爸一直懷疑不是他的小孩 可能他平常不是很照顧他 最近不是有一個嗎 像婆婆壓著媳婦去驗 對 婆婆壓著要驗 結果發現那個媳婦後來 我覺得那個恐怕也就是一個疙瘩 對 那我想再回到問鄧醫師 要什麼樣的度量 把他吞下去 美姐是說 當媽媽的還是當媽媽的 我覺得那是度量嗎 這樣不好發 我說度量 我真的覺得 沒有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 那要夠狠才會這樣 我之前有 可是他一直扛著這個 會不會也最後有一天 對 會受不了 我之前有講過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女的外遇嘛 然後生了小孩 她知道是外面的男人的 她自己知道 我不知道她是有去驗 因為她是在醫療圈工作的 然後就是 她就是把她放在家裡一樣 那我聽到這個事情是 那個小孩子的爹 外遇的這個男的 他說他心裡面 一直有一根芒刺 就背上一整根芒刺 因為他知道他有小孩子 放在別人家家一樣 不知道當時要拼趴要回來 他要準備承擔這一切 那他其實是有一個幸福的婚姻 他太太也不知情 所以那個女的三不五十 來跟他講一下話 他都不敢太激怒 那個小孩子的媽媽 因為他拿出來拼趴 對 所以那個 從那個男性的角度是說 千萬不要隨便流腫在外面 被要挾一輩子 那當然這裡面 也有很多情感 要夠錢就好 你看王永慶一家 你看幾房 夠錢就好 錢夠多就好 夠錢王永慶 加到十幾個 我真的覺得 真的 真的應該要 不要讓這個事情發生 就是說你不能負責任 然後有可能會 承擔不了的小孩 你不要給人家生 小孩真的 那一生帶著這個痛苦 萬一十幾歲才發現 你現在看那個養他的爸爸 會躲我憤怨 我疼你十幾年 然後之後的那種衝突 那個小孩子的心理創傷 根本沒有辦法回去 我碰到一個案例是比較更慘 他是被強奸生下來的小孩子 他已經有男朋友 結果他被強奸 是不是 那後來知道這個 生了小孩子算時間 是強奸 強奸 那你怎麼看他是吞下來的 那個東西我覺得那是 老公不知道 男朋友後來結婚 因為他 不用了 結婚 結婚 就把他 那問題是 他男的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 他真的吞下來 那個吞下來那種痛苦 老公真的是 但是你現在要選擇相符 不然你看 你看說A型的生一個 生一個B型的出來 對 當然是這樣 問題是說那種的心態 當然後來是拍空出來 有講出這個問題 因為黑鞋就被抓到 那問題是那樣的痛 是真的 就是這種話是不要省 比較好 不要省 我見了 秘密要幫你不要省 不要省 新中影帝紅磊 已經有四位妻子 不過61歲的他 將再娶近30歲的第五房 男人娶這麼多老婆 到底想幹嘛 當其人到底是福還是禍